那最近呢我就有一个朋友委托我帮他去调研一下 我所在的地区亚特兰大佐治亚洲保时捷 胎坎和奔驰的EQS 这两款10万美元左右裸车价格的市场行情 分享的内容呢有两种啊 第一个就是这个信息本身 具体这两款车在我们这里都是多少钱 新车它就是按照MSRP参考的 但是呢现在市场车市呢比较动荡啊 车员也比较紧张 很多东西一天一个价 也就是说同样一个东西在不同的车行 相距半个小时车程都不到的车行 价格上也有很大的差距 一会儿呢我把这些信息分享给大家 第二呢调研信息的一个方法和途径 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比如大家在看别的车型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 基本上呢就是多询问多走法 在疫情之前啊车市没有这么紧俏的时候 互联网上的信息是非常通透的 但是现在呢进入车市比较混乱 而且是卖家市场 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想买什么车 去车行带着我们的期望和要求去的 而现在很多情况尤其是高端车 或者说定制化配置比较丰富那些车 车行有什么车行能提供给我们什么 我们在那个里边进行挑选啊 所以说这个买家市场卖家市场 市场环境呢已经有了一些变化 先简单来分享一下我开这两款车的感受 那个人开了TICAN呢 感觉它的驾驶方式或者说车给人的反馈呢 就是它底盘的反馈 方向盘转向的反馈 还是比较清晰和赤露 但是当我开了奔驰EQS这个车呢 非常安静基本上只能感受到风噪 关于胎噪包括这个车的动力上的噪音 基本上是没有的 非常的细腻和安静 但是在开起来呢 也没有太多的路感啊 感觉轻飘飘的 这个车向半幅在空中啊 因为心里没有底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要进行加速的加减挡啊 可能也是我传统车型开的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车快了还是慢了 很多情况下我自己感觉不太出来 我必须要看仪表 那至于内饰空间啊 这个选配的这些幅度啊 配置都很大 保时捷呢 大家也非常清楚 它的外观内饰有很多种的组合 可能一个基本的这个TICAN呢 才8万多美元 如果你不看价格 就在配置表里边选择你喜欢的东西 加加最后就加了两三万美元 都是非常正常的啊 无论是大的配置显示屏一些高科技的配件 传感器小到安全带的颜色 各种缝线的颜色都是可以选配的啊 但奔驰EQS呢 它的起步价就比较高 就已经是10万310万4这样了 但是它的基础版的车型呢 很多舒适配置都已经变成标配了 这些东西呢 在保时捷上是可以进行选配的 这是舒适配置上 那空间上呢和坐姿上保时捷呢 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运动的车款 坐姿呢和视野呢相对比较低 这个奔驰的EQS呢 还是比较舒舒服服的大轿车那种感觉啊 当然呢 那个EQS内部空间也比较大 包括腿部空间 胳膊这些活动的空间 以及行李箱空间呢 都是要比保时捷胎看要充裕很多的 OK 那这就是对于新车一点感受啊 其实买新车呢 再多说一句 尤其对于这些新产品啊 新发布或者说新改款的产品 我打一个比方 就像我们去饭店吃饭一样 营养健康的饭菜呢 没有太多可口的 那些刺激味蕾 让我们感到快乐的美味佳肴呢 基本也就是涂一个味道 那开换代新车 也是涂一个体验 大家想啊 就是说我们去点菜的时候 菜单上都写着什么 非常诱人的这个菜的画面和图片 就像新车广告里一样 我们看一下新车媒体 新车媒体 没有人跟你去说这个车的可靠性的 全都在介绍这个车的特征特色特点 如果说这个菜单上 再给你列出卡路里营养成分 它吃了之后跟什么食物搭配 会生毒会产生不幸 就像新车媒体给我们讲 这新发布了一款车 这个车呢 在第二年的时候 大概要花800美元修 第三年有一个问题 要花1200 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去冲动消费了 大家看这个菜 吃饭去 没有食欲了 我们看这个车也没有那种花钱签单 我马上要体验的这种兴奋了 所以说嘛 具体说哪款车好 只要它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只要它有自己的特色 那它就会在市场中有一席之力的 就像我们经常问 吃火锅好 还是吃烤肉好 都好吃 甚至说都做烤肉 都做火锅 不同店也有不同的味道和特色 大家都有人去吃 汽车也是这样 有条件的话 大家就去多体验 多开 多换 那如果你要想 真的说一个车开个很久 我这里定义的很久 是你要真的要开十年 十三四万万以上的 那就要好好查它的可靠性 不要完全信赖刚发布的新车 尤其是新车媒体 不是说他们说的不对 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车 到底靠不靠谱 在质量上 连工程师也不知道 是需要市场的时间和消费者 来进行帮他们检验的 OK 关于买新车 这个又隐身的讲了很多时间 接下来我开始讲一下我的调研成果 我把这些东西给大家列到桌面上 我没有任何教育谁去怎么做的这种 大家结合自身的成本 自身的精力来进行取舍 我只是信息的搬运工 你在谁家买 我没有任何提成 你去谁家买提我 也没有任何的折扣 只不过各家店的政策 现在有差别 有信息差 很多情况的这个东西也不是 对接我们的销售员 他能决定的 他也是只是打工的一个环节 那接下来我先分享保时捷的调研结果 因为保时捷这个车品牌定位相为高端一些 每个大城市它车行也不太多 在我所在的地方 只有三家保时捷车行 这其中还是在隔壁州有一个 那第一家车行 在我们亚特兰大市中心北部的 是所有的新车 加上595美元的打蜡的钱 加上内饰保养 有三年warranty 就是帮你清洁 什么烟灰烟头烫了 有脏的东西 1195美元 还有文件费695美元 这是这家车行在裸车基础上 要加的钱 然后就是其他政府的费用了 他们家是接受定金的 要求5000定金 等车又等大概4个月 定金可退 那币车行第二家 在我们亚特兰大市中心 他们家的收费方式 是原厂建议零售价 MSRP的基础上 加一个内饰保养 加一个外观贴膜 这两个总共收取4500美元 然后还有一份文件费699美元 等车定车时间也是4个月 也要求5000美元的押金 AB这两家车行 他们在地图上相距的路程不到半个小时 但是在附属费用上就差了2700美元 你看他们在网上都没有写出来这些东西 都是我亲自去问出来的 这就是有一个信息差 对不对 这马上就能对比出差异来 那接下来我再讲另一家C车行 距离我们这儿呢 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在隔壁州 当然呢 因为隔壁州之间这个过货 上牌上税都没有任何影响啊 只是按我注册的牌照为准 地区为准 这一家保时捷车行呢 在原车MSRP原厂建议零售价的基础上 只收取595美元的文件费 剩下就政府费用 他自己其他什么都不讲了 但是呢 他在路途上往返要开5个小时 还是说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只是把各个情况给大家列出来 如果你觉得你所花费的时间 精力成本 结合你省下的这个钱啊 相对第一家 能省下18009美元呢 你觉得这个划算 那你就去那里买 你觉得你累了 你不想花那么长时间在路上 这都是自己的选择啊 就像有的人 他花这个5个小时 省下来2000美元 但是他自身的工作 是自身的生意 他一个小时就能赚出1000多美元 他折腾这一趟 还不够他自己在自己工作公司里赚的钱呢 那折腾去干什么 对吧 我身边有很多老板 问我 那哪里轮胎划算呢 给他那个奔驰GLS换轮胎 我说你这个车的原厂匹配的马牌 这个什么型号轮胎呢 在Discount Tire 在Belletire 在Costco 这个价格呢 比dealer要便宜35% 人最后就觉得 那我先麻烦就算了 我就不省那个钱了 我还在dealer直接做就得了 但是你问我哪个便宜 我会在保证质量前提下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列出来 最后怎么选择你自己的事儿 这个东西跟我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这世界上很难有鱼和熊掌兼得两全其美的事儿啊 既然我们选择了生活在比较日常生活方便的大都会区大城市中心 就要面对这相关的服务行业的价格 相关的零售行业的价格都会水涨船高的 因为在大城市呢 或者说在一些富裕的城市啊 我们很多国人喜欢住那些比较高档的 安全富裕宁静的社区 它相关周围的一些服务价格都会水涨船高的 你又要省钱 你又要高端的社区 这种很难同步实现的 我说清楚了啊 那接下来回到C车行啊 在隔壁州的这个C车行 虽然它只在裸车的基础上加595美元的文件费 但是它已经不能订购2022款的保持鞋TICAN了 因为现在呢 车厂坦能指标啊 也就是说它给DELAR分配配额 C这个DELAR啊 由于它的附属费用比较少 可能啊 我猜很多人都去那里买 导致它现在2022年3月份 就把这一年这一款的TICAN全都卖光 DELAR跟我说 我只能在今年的8月份订购2023款的TICAN 然后呢10月11月可能会倒车 所以你看他家生意好 也可能是他的配额比较小 总之呢 至少在他家 他的配额是供不应求了 2022款已经彻底卖光了 这时候我就会给这个买家吧 进行一个汇报 如果你很着急啊 现在就想要车 七八月份就要开上啊 那我建议你呢 你去AD这家呢 附属费用是比较少的 能拿到2022款现车 那如果说你不着急啊 这样省一点钱 家里也有车开啊 那我们呢 就去隔壁州这个 只加了600美元的服务费 但定的是2023款 那至于BDELAR 这个新车又收4500啊 再加700这个文件费 基本就排除了 但是这个BDELAR 他家的地理位置是最好的 交通特别方便 周围全是商圈 所以说大家可以发现什么 他敢要这么高的架 说明他还是有市场的 他底气很足的 真的有很多说说白了 不差钱的 他不想去折腾 多花几千都 无所谓啊 我接下来再告诉大家 我调研奔驰EQS的时候也是 同样一款车 有的店不加钱 有的店加5000 有的店加1万 在这几个三个DELAR 他们之间相差的行车距离 都不到35分钟的 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市场差异 我原来一看啊 加价1万美元的 那个奔驰DELAR 所在那个城市 非常富裕 有很多大老板级别 资本家级别的 他不愿意去开到别的城市 他可能觉得 他就想在自己的那个社区里 他就买个舒服啊 他不差这1万块钱 所以说在车市涨价之前啊 其实我就经常跟大家说 如果你买的是新车 新车是一个标定产品 出厂之后 虽然配置有不同啊 但是说没人使用过它 它就是一个标定产品 出了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加上美国呢 这个消费啊 跟地区所在物价呢 稍微有一点上下的浮动 有的折扣大一点 有折扣小一点 有的附属费用呢 叠加的多一点 有的少一点 大家往农村走一走 你搜索范围的时候呢 根据你自己游边 从50mm稍微扩大到150mm 200mm 你看一下这个行情 当然现在网上的行情标价呢 它基本是不是很公开透明的 你多打电话 问一问 没有强买强卖 但是呢 我们选择对自己来讲 最好的价格 最合适 最佳的一个买车方案 因为现在毕竟呢 是一个卖方市场 供不应求 这就需要我们消费者 如果想要划算一点的方案 最后成交的话 我们自己呢 就要多做一些功课 多说一些话 多流一些汗 多跑几个地方 OK 这一期的视频就是这些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汽车文化 产品 消费 市场 商业 我是张小车 我们下期再见